- 贏家看趋势,輸家看漲跌,大家好我是楓 歡迎收看台股在家亂亂亂,亂什麼? 衛生紙之亂喔 昨天呢,一個斗大的標題 那告訴你一包衛生紙呢? 要怎麼樣?漲8%的,有漲10塊的 我想一堆呢 噢噢媽媽,大家都趕快去大賣場搶購了 搶什麼?搶衛生紙啊 可是各位,你搶了這包衛生紙,你省了20塊 你為什麼不用買股票,做股票 來把這個生活成本的上漲給對送掉呢? 噢,賺這個錢真的會快 那為什麼常常告訴大家,你們要加入陳鋒的TG 加入陳鋒的TG 陳鋒老師的TG呢,就是能夠在行情發動的時候 給你一點暗示,給你一點明示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今天在早盤的時候 在10點40分的時候,我就告訴大家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貨櫃,這架上的衛生紙 全部都沒了耶 很傷心耶,買不到的很傷心耶 但是買不到的,可以買股票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特別 一些老觀眾就會知道 當一檔股票我個人認為非常有趣 非常的有機會的時候呢 我都會怎麼樣 來看一下我的手勢 我都會怎麼樣 加一個什麼?螃蟹的雙刮號 各位看到1905的華紙 有沒有價差?可以讓你買幾箱的衛生紙 如果一張的話,可以讓你買幾箱的衛生紙 很多箱喔 那個上廁所都用不完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帶過1905的華紙 有沒有看到10點29分的時候 10點29分的時候,他還在幾塊? 他還在24塊半 今天收盤就直接收在 收在多少?我們來看一下 收在25塊5 一塊的價差 一塊的價差,你就買一張 1000 夠你買了多少包的衛生紙了 所以我常常講喔 投資股市就是在觀察生活 各位你觀察到了嗎? 衛生紙之亂,每一次的亂完之後呢 是不是就是 短線的兩三根 甚至有時候一根 所以你也不要過度追價 陳本老師認為 尤其是衛生紙呢 這一個段 這一小段,都只是話題話題而已 你千萬不要去過度的一個追價 所以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整個趨勢大環境,你就是要看到 可是真正的高手是什麼? 沒有看到這個行情,好像都很爛 不會漲 可是真正的高手 真正的一個厲害的分析師 能夠告訴你未來是 漲什麼樣子 漲哪些股票 所以你現在 還在 看其他的股票嗎? 你還沒有跟上 矽晶元這一波嗎? 尤其是中美金 你跟上了嗎? 你過去 過去是兩個禮拜前 你才在追蹤 5483的中美金嗎? 我跟各位說過了 我在9月初的時候 11月初的時候 所有的一個會員 我都有買這一檔 中美金 當然這價位比較高 有一個小資組的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參與 這樣的大股票的一個行情 但是有零股啊 我公開的講 不斷的講 在股票在跌的時候 我還是告訴你 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所以我們整體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就來做個 總view 我們總的來瀏覽 來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下禮拜 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老師也很有信心 他就有機會呢 創下短線上的一個新高 過233 就在下禮拜 所以今天我們總的來看的時候 各位當我們第一次買的時候 第二次買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認為他會 從190塊 直接漲到233塊嗎? 甚至下個禮拜 都還有機會 再創新高 你們有想像到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陳鋒老師敢在第一次買 第二次能夠再加碼 原因就是趨勢 已經來了 所以陳鋒老師在做股票 為什麼我們叫他核心持股 因為他的漲勢 不會是只有這一段 不會是只有這一段 你有沒有看到 他呈現的是一個45度的 什麼東西45度會感覺讓你很有力氣 對不對 旗竿在飄揚嘛 對不對 在踢正步嘛 那個 那個國旗 都是怎麼樣 被風吹的 就是往上在跑的 很有精神啊 這個就是很有精神的股票嘛 什麼樣的股票會很有精神 未來的主流 大家每台車都要用到的 碳化系 中美金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可以做出來 所以你看 整個上升的軌道 軌道 軌道 就是45度的 在前進 這種股票你不要嗎 你不要嗎 所以你看 昨天我們就有很好心的 那個 媒體記者 就幫我們整理了嘛 我說沒有漲的時候 都不會有任何的消息啊 誰要告訴你 這股票要漲了 一定是拉上去的 大家看到 哦原來陳鋒老師 講了兩個多月 講了三個多月 就是在說這個 可是會不會太慢 會不會太慢 不會 你想要上車的 都還有機會 問題是 你相不相信 中美金有機會 250 300 350 有沒有這個機會 這些優勢 他有上市嗎 他有上市嗎 請問一下徐董事長 他有說 不好意思我們的單呢 今年就滿了 明年就開始掉單 他有這樣說嗎 他沒有這樣說 他還說供需正常 2024 整個量產會再進一步的推出來 所以今天這個股價 證明他所講的 是假話還是真話 你自己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中美金太陽能業務 核四要廢了 核四不用蓋了 那現在呢 是不是再生能源 就會非常的火紅 中美金有沒有爆半 有爆半 環球晶有沒有包半接下來的 所謂的 電動車的一個 碳化系相關的一些產品 也絕對有 所以你看 整個中美金集團 第一名第二名 我們都南瓜了 我們都南瓜了嘛 所以油漲就有人幫你整理利多了 那你看了這個利多 你敢買在 230元的 中美金嗎 我想請問你 你說陳法老師 我不敢買啊 我百九就不買啊 我兩百就不買啊 兩百一兩百二兩百三 我都沒有跟到 還有機會嗎 有機會 就你要不要相信 我建議你一定要相信 因為接下來 中美金的一個漲勢呢 超乎你 我的想像 超乎你 我的想像 所以在12月份 這麼艱難 這麼多負面消息 每天市場都在恐嚇你的時候 陳法老師的簡訊絕對讓我們的會員朋友 都會非常的安心 講了很多次了 從3號 從6號 從 所謂的12月7號 重挫的一個洗盤 盤中跌了大概3%多 都告訴你說 這個 神秘券商沒有走 神秘券商沒有走 關鍵券商沒有走 所以他持續的再創新高231塊 到233塊呢 我們都依然告訴你 陳法老師非常看好 5483的中美金 請問行情走到這邊 你開始相信了嗎 所以在這裡買股票 你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要非常非常小心 如果隨意的去追價 今天有很多股票 昨天漲停 今天呢 跌停 包括什麼 3167的大量 包括什麼 4927的 泰鼎KY 車用電子很多人都喜歡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不在相對低的時候 我們來佈局 穩穩的往上呢 為什麼成天都要被這個市場的這種跌停 恐慌 所嚇到呢 所以現在市場得了一個 蠻嚴重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情況 很嚴重的一個情況 叫下跌 心就慌 心就亂了 跟著陳鋒老師會亂嗎 跟著陳鋒老師買在這個相對的低檔 請問一下你會亂嗎 那為什麼不會亂 陳鋒老師有什麼特別的法寶嗎 當然有 我們今天我們會我們有分析師的執照 我們會坐在這裡告訴大家哪一檔股票 可以買哪一檔股票 掃摸 就是因為每個分析師都有獨門的一個技巧技術 陳鋒老師是什麼 底牌技術 籌碼主力 所有票怎麼樣的流動呢 陳鋒老師一手都幫你們掌握 所以有了這樣的技術 才不至於讓你的心態怎麼樣崩潰嘛 今天多少人恐嚇你又告訴你說 大盤二次背離 二次背離 講的多少是二次背離 要崩要崩 待會我跟你分析一下 我又讓你再次見到這樣美麗的陽光 所以從11月28號我告訴你 台積電聯發科聯電要來拉 請問一下聯電 聯發科 今天是不是都有表現 尤其是聯發科 再次的突破新高 這樣的驗證 這樣的一個提醒 都在我的TG裡面 為了就是要讓你安心 做股票就是要安心 出了賺錢 不是賺這個錢喔 賺得很恐怖啊 很恐慌啊 你不需要恐慌 11月4號 17,100點就告訴你什麼 這個圖卡 從來都沒有變過 都只是要告訴你 陳鋒老師的 眼光跟對未來的判斷 準確性相當高 11月4號 17,100點 行情表代 馬上就大漲了 快要將近500多點 來告訴你 行情就是已經啟動了 漲回壓多修正 很自然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這麼恐慌 今天呢 再創新高 過了 18034 每天財經新聞都在跟你討論 18034會不會過 很重要嗎 完全不重要啊 因為你沒有股票嘛 18034過了跟你有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 八竿子打不著 怎麼樣可以打得著 怎麼樣你會關心 你要有股票 我們戰略家的成員都非常開心 為什麼 手中有股票啊 手中有股票啊 一路都是陳鋒老師的建議啊 一路都是陳鋒老師的溫馨提醒啊 大盤請不下有崩掉嗎 我告訴你洗盤 就是會再創新高 KD交叉代表什麼 很多會技術分析都不用我說了 都不用我說了 我很少解盤用技術分析來解的 偶爾會拿出來 告訴大家 所以接下來 如果 前幾天告訴大家的17720點 穩住了之後呢 今天就怎麼樣 再創新高了嘛 所以現在崩盤的言論又來了沒 又來了 又在嚇你了 又在嚇你了 說啊量能不夠背禮 各位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 你思考一件事 外資放假了嘛 外資放假 怎麼會來台北股市 他要休息國外 對於這種聖誕節 就等同於我們中國人的過年 所以他先休息先啦 要怎麼樣喔 等這個節日過完之後 再來施殺 所以背禮可以用什麼樣的化解 成交量 誰的成交量 投信的嗎 自營商的嗎 還是你我的成交量 No 外資的 外資的成交量 那外資 會來 推動誰 把成交量整個放大 那帶動 大盤成交量關鍵人物我告訴你 就是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 不要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一個 dead money 他的一個威力 有多大 這一點 我已經在今天早上的中天直播 就告訴大家了 就告訴大家 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 我花了20分鐘的時間 就在中天直播 告訴大家 連結 我已經呢 在早上有貼出來了 不過 精華版 我們中天主播呢 剪輯下來的精華版呢 我在 今天的晚上 會連同這個連結 貼在我的TG平台 各位你也可以去看 台積電 接下來能夠挑戰 800元 900元的 關鍵故事 那個故事很真誠 非常 有可能會實現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會實現 就是會實現 所以 高通是他的好朋友了 高通是他的好朋友 NVIDIA 超微 Intel 全部都是 包括還有一個重量級客戶 Apple 都是台積電的客戶 600元的台積電 你覺得 是便宜還是貴 先進製程 人家市占率都 涵蓋9成 充9成 我們打個7折8折 好不好 好不好 75 7乘5 接近8成 好不好 都足以打趴三星 都足以打趴三星跟Intel 所以接下來台積電 我告訴各位 明年 沒有幾天了啦 不要說明年 這馬上是明年好遠了 各位已經年底了 年底了 台積電將有所動作 連帶著 航運 連帶著航運 所以我想 投資就是如此 怎麼樣 你在買進的過程之中 對於未來的那種 到底看得到還是看不到 各位你看看我的手勢 像那個齊天大聖一樣 你看不看得到 前面有什麼樣的一個 投資機會 你不能老是怎麼樣 都不看 直接撞山 直接撞山 有時候衛生紙 會提醒大家 只是說 這有個小價差 有個小的一個 價差 你可以進去搶 但是如果你說要報多段 為什麼不來報中美金 為什麼不來報 聯發科 我們剛剛一直沒有 Cue到聯發科的線圖 我們來Cue一次 今天 再次創了短線上的一個新高 為什麼不買這種 45度往上的 45度往上的 我們在11月9號買的 935我告訴大家 站穩了之後呢 就可以考慮了 為什麼不買這種的 45度往上漲的 為什麼要買那種 盤整的 平平的 或是臉 或是臉 一個所謂的一個 攻擊的一個 氣勢都沒有的 為什麼要買那種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買這種 我們來舉例一下 2369 當然今天有點表現 為什麼要買這種 你看 平盤 橫盤整理的 整理的多久了 整理的快要三個月以上 快要將近四個月了 外加上面的盤頭 2369的鈴聲 從四月份的 我來看一下 2369 再給打一下線圖 我們縮小 為什麼要買這種的 從七月份建高之後呢 七月一直盤整到現在 都還在24塊到26塊之間 橫向整理 為什麼要買這種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股票 5483中美金 來我們來看一下 45度 我們來看一下2454聯發科 45度 我們來看一下3680加登 45度 整理完之後呢 繼續往上 整理完之後呢 繼續往上 等誰 等帶頭大哥 等台股的關鍵人物 是誰 剛剛已經說過了 你應該記住了 所以你該對大盤悲觀嗎 你該悲觀嗎 其實你應該樂觀 長榮也快要發動了 紅框代表什麼 紅框代表洗盤 藍框代表什麼 盤整之後呢 就會再往上 有沒有看 這是一個規律嘛 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觀察到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敢在113買 長榮 11月12號 為什麼我們敢在 大跌了5%之後 隔天在135塊 就在這裡 我們來比看看 看著我的法則 就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敢在這裡買 為什麼敢 對於籌碼的了解 對於籌碼的了解 所以接下來 如果你所有的股票 你都失去了信心 你都喪失了信心 經過我的解說之後 你開始對 股票有那麼一點點的信心的時候 來陳牧老師告訴你 我還是要把我這一套技術 我還是要把我的觀點呢 透過手把手的 把會員朋友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帶進來 讓大家賺錢 只有籌碼技術 只有底牌技術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雖然大家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陳牧老師獨有的 獨有的武功 但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能力 幫助各位投資朋友來賺錢 所以今年 先跟大家說一個聖誕快樂 一開始太嗨了 Merry Christmas 今年的 一路發 專案 我告訴你 全年 優惠給我們的投資朋友 明年的主流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能不能夠上車 要買在哪一個點 甚至要在哪裡賣 陳牧老師手把手的 扣訊呢 就告訴你 這些股票的一個進出價位 我想這樣的一個能力 帶你賺錢的能力 陳牧老師絕對可以辦得到 透過我 一路以來 告訴大家的 主力籌碼K也好 底牌技術也好 甚至是 國際之間的一個消息 來幫助你理解這真實的 投資市場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所以趕快來做一個 加入 加入陳牧老師的 台股戰略家 這邊 有很多 包括是 上市公司的老闆 還是 比較 具有資金實力的 已經退休的 老師 他們都是陳牧老師的一個會員 都能夠 也非常的希望 新的朋友 新的會員 能夠加入 一起 來台北股市 賺大錢 明年的一個行情 絕對是 虎虎生風 詳細情況 請加入我的 Telegram 還有我的 IG 更正 不是IG IG 是 Telegram 跟Linead 我想 這樣的一個 報名的一個 訊息呢 就會在我的文章裡面 最後 既然明年 台積電 要動了 我也要優惠給 所有的 來關注 陳鋒老師的台股戰略家的 粉絲們 隱藏版的 台積電概念股 加入我的Linead 我想 會在我的 文章裡面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暗示喔 非常非常的清楚 讓陳鋒老師 幫你把這隻 小貓的手 小貓的手 拿開 告訴你說 接下來 台積電要 動的話 哪一些 股票 會 比較 活潑 隱藏版的 台積電概念股 我想 這兩檔股票 我會嚴選 再嚴選 挑出一檔 提供給投資朋友 來做一個 參考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還沒有加入我 Linead 跟TG的投資朋友 Linead 先優先 來做一個 加入 下週一 台股戰略家 我們再會 拜拜 拜拜